行动餐车带着特色美食走遍台湾 瑞瑞乡立图书馆的行动书柜车 则承载着书香世界到处全乡爬爬造 乡公所希望借此可以带动活化各社区聚落的阅读风气 行动车一到来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翻阅享受阅读的便利和乐趣 推广乡内的阅读风气 瑞瑞乡立图书馆推办行动书柜 哪里有人潮活动聚集之地 行动书柜立地成为乡图的分身 不仅孩童就连大人也来借阅 沉浸在书香世界里 那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图书馆啊 它的那个来的使用率啊 然后以及来客的人量能够增加 也希望我们乡内就是这个阅读的 读书的人口能够提高 那因为考量我们就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交通面那么方便 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图书馆 也可以不是只是在原本的那个基地 也是可以就是走出去在外面 几个书柜再加上简单书架 就在向那个大小活动场地开放节乐 图书馆员还会依活动规模 以及性质精选适合的书籍 契合活动主题提升阅读率 也提供乡亲民众沉浸式的学习环境 像这次是因为是那个文件站的活动嘛 所以我们这次选的书籍就是可能跟原名相关 然后一些婆婆妈喜欢的可能食谱 或者是会来的那个小朋友的一些绘本 大概是以这些书籍当主题这样子 那就会配合每次不一样活动 就是颁不一样的书 热水乡图行动书柜车 推办以来所到之处 皆广受社区聚落居民的好评与肯定 课长郭宏喜除了感谢民众的支持 与图书馆员的配合 由于行动书柜车仅供现场借阅的服务 因此若要借书的话 郭宏喜仍鼓励也欢迎大众前来图书馆借阅 共同享受阅读的乐趣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